我的打奶泡雞終於來了 登登 欸我在錄影 你在那邊蚊子蚊子的齁 你在幹嘛啦 啊你這樣子是有比較好找到是不是 我怕他怎麼在下面會咬我的腳 那你穿長褲啊 到你的房間出現你有天敵的時候 我看你荒不荒謬 你在你的房間發現章王 看你是不是就此霸就 你還能夠安然的坐在那邊辦你的工 我會安然的大叫 爸爸救我 爸爸不再出去了 好可愛喔 好來試試看囉 我先放入我的紅茶 我要來囉 哇 這樣是對的嗎 要快一點嗎 哇 要快滿出來了 喔 這樣OK 下去囉 哇 啊完蛋了紅茶太少了 喔完蛋了啦 可以耶 好綿密喔 這比例有點怪怪的 但沒關係 來囉 可以耶 好開心 抹茶葉麥奶 來 and that we're good the way we are but I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you what things you like and what you don't it's not that long since I made you for the first time 去印了名片 終於來了 有紅夥伴的名片 超好看的 我還沒有打開看 我不知道超好看的 我用的是一般的紙 哇 好喜歡 可以耶 凸寫也設定的剛剛好 太棒了 我一天大概可以喝掉少折500 多折可能1500茶相關的 比如說燕麥奶茶呀 紅茶呀 烏龍茶呀 果茶 美國茶 黑豆茶 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所以對於水沖水泡 各種茶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 我們家以前沒有筷煮湖 都是燒一大壺水 然後再把它倒到熱水瓶裡面 我每一次就 一下子就把熱水都給泡完 我爸都很喜歡喝溫水 所以他常常跟我說就是 我怎麼又把熱水泡光了這樣 那時候要裝潢的時候 設計師就問我們說 你知道順熱氣嗎 我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我確實有看過有一些人 家裡會有類似像這樣的面板 選比如說我要 我要奶瓶的水 然後我要幾CC 譬如說100CC 然後他就會出水 這真的很酷 你可以設定任何你要的CC數 你要的溫度 你要設定什麼 58度 67度 95度 就是全部都可以 我後來就是很仰賴這個東西 然後他又有快速操控的面板 所以我每次就是 一個茶包丟進去 或是散茶裝好丟進去 熱水沖下去之後 我就直接端回房間喝了 這拯救我超多的 那我房間是用這種 大水壺 大水壺這個大概2000CC左右 按常溫水 然後常溫水如果你都不管他的話 他連續出水是2000 他最多出到2000為了安全 怕你忘記啊 2000一到之後他就會停 所以我每次就是 按了之後我就去做我的事情 然後再繞回來 把整湖水端走 反正就是我覺得有這個真的 超級方便 他甚至還可以設定 常常操作的一些快捷鍵 譬如說我就是常常要裝 大概230CC的燙水 我就會直接在這個面板上面 設定快捷操作鍵 我就常壓2 他就會出230ml的 燙水 然後我又就是滑個手機什麼 這樣他就會控制在 我要的那個魔術跟我要的溫度上 像我爸媽很喜歡喝溫水 所以我就有幫他們設定 譬如說我長壓儀 他就會自動出315CC的 35度的水 就這樣子一杯 裝在我們家每個人自己的杯子裡面 反正就真的很方便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非常非常 仰賴建議一台順熱水器 我喜歡白色啊沒問題啊 他這個面板有白色的 平常如果懶得用面板 你也可以直接用觸控的面板 就是去叫熱水出來 溫水啊然後冷水 他這邊會有基本的三個溫度 我真的是太晚太晚 才知道有這麼好用的東西 這一台唯一要注意的應該就是 大概兩到三週 我這邊要插電線讓他充電這樣子 其他各方面我都覺得超讚的 我光是想到哇要是以後我生baby 你們看這邊還有一個奶瓶的按鈕 奶瓶他就直接跳60度泡奶瓶 看你要幾CC就很好設定 你要滾燙水熱咖啡的水奶瓶的水 他有一些基本的設定 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因為我就每天都會裝這樣一大罐嘛 他這個就是濾過的水 他們這家品牌叫做Volka水新鮮 他這水就是直接出來就很好喝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裝的話 依照師傅跟你們講換濾清的時間 然後繼續做更換 然後其他日常就這樣子照常使用 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覺得節省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以前在倒水濾水煮水 放到保溫瓶就是這些等水的時間 現在就全部按鈕點點 然後他就會出來 真的很棒 今天要來收我們 內浴裡面的臭屁 現在 不見得每一個都會裝滿 如果沒裝滿的話就算了 我們在牙齒刷真的超多的耶 我們在牙齒刷真的超多的耶 超多 真的是超多 好 收完了 給大家看 其實大家不用像我一樣買盒子啦 只是 我就原本這樣沒有辦法配得很好 就關起來什麼也看不太到 有點麻煩而已 OK 今天的 OOTD 今天要去跟唐市政的小朋友一起完成 跟壓克力顏料的工藝畫作 給大家看我的相機 這個督上去就是光角鏡 雖然說沒有差太多 加厚束口袋 給媽媽封閉 然後就可以保護相機 這樣就可以保護相機 這個工藝是CUSA這個平台 先讓唐寶寶畫屬於他們的作品 再讓設計師幫忙共創 變成更有藝術和商業價值的素材 所以不管是誰 譬如說我們youtuber就可以買素材來上用 也就是今天的化化室 Couset想要讓唐寶寶們創造自己 幫自己賺錢的機會 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就去了 你在抹吐司喔? 還是這是起司啊? 耶! 這是起司? 你喜歡吃起司? 起司配奶油 擦這個 手沾到可以擦 來 接下來我們要試試看抹奶油 喔! 上面畫了很多的 抹奶油你們最會了 大家可能會很疑惑 這素材是什麼素材 簡單來說就是唐寶寶的手稿變成設計師加工再拿去商業用途 這樣大家會比較感興趣 要玩囉 我好開心 上一集的Vlog 幾乎超多人說感興趣想要看我的日常 或是平時都在做些什麼 真的太開心了 然後我一定要非常謝謝你們 還列了這麼多很有創意的Vlog的名稱給我參考 唸給你們聽 超級超級喜歡 啊! 但是在這之前我先給你們看我當初發想的 我最最最一開始就是從羊羊傻傻 但那時候又覺得這個詞是形容文章的 然後就想說羊羊 羊羊什麼的會不會很好 但想說懶羊羊 羊羊日記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從這些詞去追求 還寫了一些常見啊 日子啊 日常啊 生活啊 幾點啊 還參考了安安台北小日常 但就覺得撞了的話很不禮貌吧 畢竟跟人家也不認識 就開始亂想一些哩哩哩哩的 所以後來呢 好像就是從這個去改出來吧 然後呢 很多人有跟我提議羊羊傻傻 然後尤其是Joy 我朋友他列給我的原因說 因為墨羊可以開始對自己的生活 羊羊傻傻的做分享 哇 這個解釋也太棒了吧 然後還有非常多人提議羊長小禁 墨羊日常的小小禁形式 我覺得這個解釋也我也很喜歡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特別的是 BLOG VLOG 是部落格 VLOG VLOG 是影片的部落格 墨羊的VLOG 所以就墨拉格 墨拉格 我覺得哇 天啊 也太有創意了吧 到底怎麼想到這些的 不然就叫羊羊傻傻好了 因為平常我覺得你的觀眾一來看你的頻道的時候 是期望可以學到東西 所以要比較廢文的主題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看一個副頻道 不會有人看啦 怎麼會特別跑來你這邊看 你太沒自信了啦 VLOG真的是一個很危險的主題 真的 因為它沒有內容 你應該比較算是知識性頻道 然後我比較算是娛樂性頻道 對 所以我們兩個都不是那麼適合 I just wanna love you I just wanna hold you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 You sell me or stay Or take me away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e single day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